据日媒报道,10月28日,23岁的人气演员伊藤健太郎,深夜驾驶轿车在东京色谷区与摩托车相撞。 虽然他本人并未受伤,但乘坐摩托车的26岁男性和27岁女性则双双受伤,并被送往医院。 经诊断,男子伤势较轻,但该女性被诊断为重伤,左脚骨折。 根据搜查相关人员的说法,伊藤在事故发生后有暂时离开现场几分钟的嫌疑。 不过当警方赶到现场时,伊藤已经返回现场接受调查。 目前警示厅正在调查详细的情况,具体事项还需等待调查结果。